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 特别关注饮食的营养成分烹调方法等等 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最重要的还是饮食的主体 谁在吃 在什么时候吃 吃饭的心情如何 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自己饥不饥饿不饿 本期节目徐唐主就来说说饥饿 饥的一个意思是五骨不熟 收成不好 比如说饥荒或者是饥饥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吃食不足不够 胃肠空虚 所谓饥肠碌碌 就是胃肠里面没有食物 空腔在蠕动发出肠鸣的声音 导致饥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摄入的食物的质量不够 比如说您光喝水灌个水饱 吃瓜果撑的肚园都没用 尿一泡尿就没了 如果光吃碳水化合物 或者纤维素含量高的大米玉米蔬菜等等食物 它也是不耐饥的 只有摄入植物的蛋白 植物油脂含量高的食物 或者是肉类 胃的排空时间才会相对延长 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以后所提供的能量才会充足 导致肌的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消化功能过强 六腑呢 以通为用 胃肠蠕动 虚实更迭 肌宝交替是常态 而病态的情况之一呢 就是胃火旺盛 消解排空的能力过于亢奋 出现消股扇肌的症状 这些症状呢 常常出现在今天的糖尿病早期和甲状腺功能抗进 以及焦力和肇狂症当中 我们再看看饥饿的饿 饿字呢 这边是个我 描述的是一种我的主观感觉 也就是想进食吃东西的那种欲望 当然饿呢 被引申成为好奇心求知欲 甚至是性欲 人的主观感觉属于心 频繁过于强烈的饿呢 是心火 而不觉得饿的状态属于这个人心气不足 饥和饿呢 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为饥呢 描述的是客观存在 也就是田地里或者肚子里没有粮食 而饿呢 描述的是主观感觉 所以说饥者未必饿 而饿者呢 未必饥 了解了饥和饿的区别 下面徐堂主就教大家针对不同的表现 对症下药 饥不欲食 也就是饥而不饿 是在厌食症抑郁症慢性 萎缩性 胃炎病人当中经常出现的症状 病人由于摄入不足或者消解过亢 出现了胃肠空虚 没有食身体消瘦 但是呢 这些人又根本不想吃东西 而且呢 这些人还往往伴有消极悲观厌世的这种情绪情感 甚至有自残和自杀的倾向 它的根本病基在于心气不足 所以在治疗上呢 我们应该用补火生土的办法 通过补育他的心气 提高他的恢复他的食欲 不饥不饿呢 是现代社会小孩子的通病 由于胃养不当 这些患儿的胃肠总是处于相对满食 他们会出现口臭腐胀 不放屁 却频繁爱气打嗝便秘 很难有鸡的状态 而且不觉饿 有的会出现挑食和厌食 俗话说 若要小而安三分鸡与寒 不是说要饿着孩子 而是说呢 总是让孩子保持七八分饱的这个状态 保持胃肠消化排空的能力 还有的成年人呢 胃气不足 食少那呆不鸡 这些人由于胃的筋鸾和萎缩 苏食不消 导致胃的容量相对减少 所以呢 它总是处在一种无法排空满食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呢 它同样会出现感觉到饿 但是呢 不想进食 我们还是应该通过服用中药 把它的相对筋鸾 缓缩的胃给它缓解 放松以后 保持它一种排空松弛的状态 不饥而饿呢 是现在肥胖人常见的症状 这些人吃的很多 很满很饱 肠肥脑满 确实 但是呢 他们却老是觉得饿 食欲非常旺盛 这些人的病激在于 他的心火 浴火太旺 治疗上呢 我们应该用一些苦寒的黄莲 滋脂 啊 谢心汤系列的